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在中国中央相关部门的指令下 中国从去年11月份起 加快重建供销体系 湖北媒体披露 该省已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达1300多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 其中供销社社员人数超过45万 这是计划经济年代来临的信号 带有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征的供销社 在销声匿迹数十年后 冲出江湖 据墙内湖北日报本周报道 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 取得阶段性成果 截至2021年底 全省基层社总数达1373个 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 目前 全省已有190个综合实力墙 服务功能权 与农民连接紧的基层社 获平全国总社标杆社 目前 基层社社员达到45.2万人 其中 农民社员人数五年增长五倍多 由2016年5.15万人增至2021年33.3万人 在当下中国墙内 现代商品的销售渠道畅通 农贸市场 超市 连锁店或网上购物 应有尽有 而供销社的出现 则让人想到计划经济时期 物资短缺的年代 去年中央四部门下文件计划供销体系 中国从2015年开始悄悄地在农村恢复供销社 直到去年6月 中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央农办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等四部门 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生产 供销 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初步构建起区域性生产 供销 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服务平台 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做出贡献 其后各地加快恢复重建供销社 各地政府将重建供销社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完成 即使乡镇成立供销社 副市长等一众官员 都会出席供销社的接牌仪式 从中央到各省一级政府都在恢复 只不过是悄悄的 没有公开 也没有挂牌 可能等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彻底闹翻后 经济脱钩 重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 他们知道可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至于此前他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讲 可能他们觉得时机未成熟 供销社试点两年内将全国推广 据官媒介绍 供销社试点工作自2021年7月正式开始 为期两年 你在东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北 西南 选择若干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作为省级试点单位开展试点 力争通过两年试点工作 在试点领域和区域实现率先突破 探索更加成熟完善的三维一体综合合作模式 形成一批可复制 一腿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 随后全面普及 看来 本频道在今年早些时候 有关统一大市场的那期节目中的预测 在当下已经应验 东销社经济体系已经开始回归 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逐步逼近 虽然这一切我们不能说拜习近平一人所赐 但实际上能够看出 这是习于整个中共 在与西方脱钩后 所做的一场经济沉传计划的惊心预谋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发表名为习近平 谢谢你的文章 在文章中 作者以西方人视角给习近平写了一份信 在作者看来 习的统治被视为美国以及其他自由国家 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 在十年前习刚刚上台时 西方许多人认为 中国恢复其作为世界主导文明和最大经济体的古老地位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惊人的年增长率经常超过10% 在电信 银行 社交媒体 房地产 中国公司正在成为行业领导者 外国公民蜂拥而至 在上海 香港和北京生活 学习和工作 富裕的美国父母炫耀他们的孩子参加了沉浸式普通话班 在决策层面 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 一个更富有的中国将在海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从西欧到南美 从中亚到东非 都会感受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知道这种影响有时会很强硬 但却没有什么政治意愿来遏制它 中国似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活力和威权主义效能相结合的模式 决策一旦做出 事情就可以完成 这与日益僵化的自由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国一切都很好 在习崛起的同时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薄熙来 在可能政变的谣言中戏剧性的倒台了 普遍的腐败 人口老龄化 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这些长期的挑战需要谨慎的管理 此外 迅速崛起的全球大国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和抵制 不过习似乎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习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痛苦经历表明 习应该了解极权主义的危险性 习打击腐败的决心似乎与其进一步开放经济的意愿相匹配 但现在来看 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 而是被粉碎了 如果说现在特朗普和拜登 霍汤姆科顿和南希佩洛西之间有一个共同点的话 那就是必须阻止习近平 至此 文章的作者开始对习进行质问 而这每一个提问 都是对习 以及对每一个中国人 灵魂的拷问 习近平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醒 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 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你们事实上的窥探 黑客攻击和窃取知识产权政策 使华为等中国品牌在西方大部分地区让人敬而远之 你的清零政策有时将中国的大都市变成了巨大的 无法居住的监狱聚集地 你在外交上的霸凌 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鼓励了日本重整军备 并鼓励拜登承诺美国将为台湾而战 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你的中国变得令人生畏 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你变得强大 独裁者通常可以要求服从 但他们很难激发出忠诚 正如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著名的观察 胁迫的力量与吸引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可能很快就会困扰你的常识 就像现在困扰普京一样 如今 他一度令人生畏的军队在乌克兰被大批摧毁 你仍然可以改变方向 但这似乎不太可能 不只是因为老人很少改变 你树敌越多 你需要的压制就越多 像你现在这样 让唯唯懦懦的人围绕在你身边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 但它会切断你与重要的真实信息之间的交流 特别是当那些信息令人不快的时候 对于像你手中这样的政权来说 最致命的弱点就是 它为维持权力而告诉人民的谎言 最终会变成它告诉自己的谎言 把外国记者赶出中国 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 因为你再也无法从外界的视角 了解你眼前日益复杂的问题 这一切都不能解决我们美国的问题 在很多方面 你的号道加剧了这些问题 尤其是在我们两国有一天 可能发生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但在自由世界和非自由世界之间的长期竞争中 你在不知不觉中帮助自由这一边辩护 所以我们想说声谢谢 我们知道我们的合众国是有缺陷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是有缺陷的 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边缘有裂痕 但是仔细看你一眼 我们宁愿选择这一切 也不愿选择你那阴暗的方向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